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同心低頭來祷告 愛我們的天父 我們感謝祢 感謝祢再次聚集我們 在祢的殿中 感謝祢讓我們能夠用全心全意 開口來讚美祢的救恩 恳求祢讓我們盡心來領受祢的恩典 感謝祢讓我們在這個混亂的時代 雖然到處充滿了虛假 事物在變 人的心在變 但祢能救贖我們 讓我們能夠聽到 也認識到這份永恆不變的真理 使我們能夠白白的得到祢的救恩 成為天父的子女 謝的天父 恳求祢幫助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要來回應祢對我們的愛 讓我們每天在我們的生活 和場當中就成為祢的工人 每日為祖祢把這美好的福音 散播在好的土裡 讓福音的國字 結實百倍千倍 感謝祢當我們來到祢的殿中親近祢的時候 恳求聖靈也進入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在這個時刻 我們的身心靈單單要來敬拜祢 幫助我們讓我們的心中 不受到任何生活當中的失誤的困擾 而主愛我們與足相戀 若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我們迷失了 恳求天父祢尋回我們 若是我們看不清我們未來要走的方向 恳求祢開我們的眼界 若是我們的生活當中有缺乏的 求祢充充足足的供應我們 若是我們的身體有軟弱病痛的 求祢也全然移植我們 感謝天父顧念我們這片土地的需求 撕下雨水潤則我們的大地 也恳求天父祢將這些雨水 能夠落在我們的集水區 使我們乾涸的水庫能夠保足 也恳求祢讓我們的政府 有智慧來制定一個好的水資源的政策 也幫助我們每個人 從我們的生活的細節當中 懂得如何來使用資源 有效的運用資源 不浪費愛惜祢所思的一切 我們承然的將今天的敬拜全然擺上 不論我們的硬體或我們的軟體 願祢求祢都蒙納 也恳求祢撕給承傳道 有充足的智慧 透過祂的口所要傳講祢的話語 讓我們每個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都得著印象 我們將祷告共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現在弟兄姊妹我們現在一起來 共讀神的話語 我們今天要看的聖經節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在新約彼得前書 四章十二到十四節 第二個地方是彼得前書 五章六到十一節 我們的PPT有經節嗎? PPT 裡面有經節嗎? 有喔 那我們是不是請大家 就是我們可以一起開口來 公主神的話語 那我們 第四章十二到十四節 我們請弟兄簽戀 然後再姊妹簽戀 好第四章第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 弟兄 親愛的弟兄啊 由火煉的事業 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 似乎是遭遇悲常的事 十三節姊妹 聖好友都愛其心 因為你們事與基督一名扣受受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 免得以發生喜快樂 此四節我們起身來念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入罵 便是有福的 因為上帝榮耀的靈 常住在你們身上 第二個我們所要讀的聖經節是彼得前書 五章六到十一節 我們請弟兄簽念第六節 所以你們要自卑浮在上帝大人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姊妹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 謝給上帝 因為祂顧念你們 不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姊妹 你們要用堅住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重弟兄 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弟兄請 那四諸法恩典的上帝 承載基督裡照你們 得享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戰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兼顧你們四力量給你們 姊妹 願全能歸給祂 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我們十一節在一起 祈禱聖誕節 願全能歸給祂 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今天我們的誠信者傳道 所要講到的題目是 信耶穌真好嗎 我們將時間交給你們